所以你會看到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三件 今天說三件 你會看到我們接近近的十多年當中 你沒有這三件的話 其實他們所說的問題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太有酸性的情緒 酸性的作息和吃酸性的食物 而我們不懂得好好自己處理我們的身體的話 其實你會看到這些口罩 他們真的賣到斷屁股 所以你會看到這是我們現在 很明顯是欠了神的恩惠 神不斷地把這些資料教我們 給我們一些實際例證 在我們隔兩條街上去看見 第二個問題是有人問七色水 為甚麼是七色水呢? 其實真的是七種顏色 因為雖然它裏面有五種狀斧 但其中一個狀斧有三種顏色 神是藍色、黑色和深橙色 所以真的是七色水 有人問七色水如何使用 基本上我們先嘗試看圖一 首先如果你本身沒有病沒有痛 你想你的健康繼續提升 不知道自己喝甚麼水 方法是很簡單的 誰想知道 如果你想繼續健康 因為你可能是健康的 你可能是年輕的 其實你是輪著每一種水 你也喝的 簡單來說 每一色水你也喝的 好像這個貓斯不太聽話 是否走了? 這個貓斯不太動 這個貓斯不太動 是否它的酸度太高 首先我們按照這個圖 如果我們喝七色水 其實如果你可以一次過曬不同顏色的水 按照次序去喝 例如舉個例子 你才可以 有幾種的飲法 是按照你自己的不同的體質 因為我不可能知道你的體質是怎樣的 所以有幾種的飲法 例如舉個簡單例子 你只要先游到最頂 最頂的綠色 綠色是補甚麼? 是補乾的 所以可能如果你已經很健康 醫生不要說你哪些熱 你可以先游綠色水 然後喝紅色水 然後喝黃色水 然後喝白色水 然後喝黑色、藍色、深橙色水 就是補乾 這是按照它的程序互相支援 但也可以倒轉 先是綠色水 然後是黑色水 然後是白色水 然後是黃色水 因為每一種體質都不同 所以不能一賀而論 也可以飲法 如果你真的極之健康 你的身體五行當中 很快去互相補你的身體 你可以喝兩種飲水 但有兩種飲水是黏起來的 有兩種飲水 例如你早上飲綠色那一天 下午就可以飲紅色 而第二天 早上飲紅色 下午飲黃色 第三天 早上飲黃色 下午飲白色 如此類推 向前也可以 向後也可以 因為這是互相支援的飲水方法 一次過是一天補兩個臟腐 這種方法都可以 但問題是你按照自己的體質 去試一下用不同的方法去使自己補健 而其實我現在說了這些飲的不同顏色的水 按照上兩個禮拜 和今個禮拜和下個禮拜 基本上講到不同的病例 你也可以按照我講過的病例做一些筆記 因為很多時候你聽到 譬如你脾胃是差的 脾胃是喝黃色的水 你就會知道哪些顏色的水是適合你的 所以我最主要都是用來講 不同的現象 讓大家知道 但講到關於不同的現象當中 其中一個虛症 這次我覺得值得花點時間 給大家知道原來有些很簡單的方法 去搞定虛症 因為譬如舉個例子 如果那個人在中醫來說是虛火 那個人譬如肝是虛火 肝仲是可以補的 你只要幹到肝的虛火就可以了 但如果肝是實火的話 你就不能補它 所以我們其中一樣很重要的 就是在上個禮拜分享完之後 我們要分虛實 分我們究竟熱或是虛火還是實火 因為如果是虛火的話 你可以補 但實火的話要射 即是射的狀腐 但怎樣分虛實呢 誰想知道 我們先看看圖二 怎樣去分虛火和實火呢 因為這是我們所說的狀腐當中 其中一個巧喜 但如果你射這些實火也好 虛火也好 其實是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但首先我們怎樣分 我們先看看圖三 其實中醫是有三種常識去分 你究竟是實火和虛火 比如在小便當中 他經常會問你 你的小便是深色還是淡色的 如果深色就會看你的舌頭 如果你的舌頭是紅的話 又深色又紅的話是實火 如果又淡色又清 而看你的舌頭是白色的 即是你今天有寒氣在身上 而發上來的火一定是虛火 第二是你看大便 大便是如果是便秘的 即是二號很實的 然後看舌頭 舌頭也是紅的 那就是實火 甚至那個人是便秘 二號很實 但看舌頭是白的話 也是虛火 舌頭是很定的 你是虛火還是實火 紅色就是實火 白色就是虛火 所以就算那個人更加 如果他二號的時候是射的 即是很稀的 而他舌頭是白的話 也是虛火 然後第三是看體溫 如果體溫是發熱的話 就像我們上星期所說的 37度 如果超過37度 只是37.5度 只要是37.5度 全身燥熱、口渴 這種是內熱大 是實火 如果手腳冰冷 身體忽冷忽熱 不想喝水 這種就是虛火 其實中醫在現在很多的方法 像龜苓膏、二十四尾 或者涼茶 很多這些清熱解毒降火的 茶或者藥都是非常有用的 這些可以用這樣去降火 但是目前 在近代的體質 因為酸度太高 導致人已經氣血虛耗 去解決酸度 所以現時其實 很少人是有實火的 多數都是虛火 那人基本上已經虛了 這樣才會這麼容易 被酸鹼度影響得這麼嚴重 而 其實在關於七色水裡 生物波頻 其中一個 很多人問的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就是關於七色水的用法 以及它用的時候會有的效果 所以在這裡花一點時間去解釋一下 我們先看看圖四 首先 七色水的好處是有三個的 第一是直接進入狀腑 因為如我所說 中藥都要按著十二時辰的時候去吃 才可以進入狀腑 如果不是的話 因為它已經把那個生物波頻 毀滅得正盡 所以它要按著不同的時間 去補不同的狀腑 但七色水並不是的 任何時間你喝的時候 它會直接選一個狀腑進入 而第二 它的好處是沒有任何酸性 重急送和灰準 所以它不會喝錯 顏色水是不會喝錯的 基本上 即是你不會因為喝了之後 好像吃錯藥一樣 變成中毒 它基本上不會 只是有一點點身體不適 和那種燥熱的感覺 因為它只是補 第三 它是因為太陽的生物波頻 曬這些水 所以是我們身體最直接 和最好的補品 但記住它全部是補 它不是一些瀉 所以是很安全的 因為它全部基本上是補的 這樣的 首先因為我們教會 還未預備好很多七色瓶 我們儘快去搞定 然後我們會在這個網址 讓大家知道 何時可以找到的顏色瓶 但基本上有部分人 可能你已經開始喝七色水 有哪些是開始喝七色水的 舉下手 搖一下 有些開始喝七色水 再舉多一次 再舉清楚 喝了七色水之後 覺得身體有明顯不同的改變 舉手 喝了七色水之後 有些已經有明顯不同的改變 其實在裏面 讓大家知道 有些甚至可能不知道 那個是明顯的改變 舉個例子 有些人喝了白色水 他就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 就是那天 白色水就是那天 他發現他的異號是多了很多的 大腸是活躍了很多的 原因是甚麼呢 白色水是補甚麼 是補肺 但是肺和大腸是表裡相通的 明白嗎 舉個例子 有沒有人喝了白色水 而誰是喝了七色水的白色水 舉手 補肺手 而喝了真的覺得那天 是大腸活躍比較厲害 或者那一兩天 是二號比較厲害 即是暢通一點的 舉手一補肺手 看到了嗎 是嗎 所以 不好意思 葉文這麼尷尬 不過我們不要拍他的樣子 看到了嗎 就是你發覺 比補肺手好 在說即日 如果你中醫也要說七日或者二十八日 但是我正在說 現在你即時就感覺到這個現象 因為其實按照不同體質 其實喝白色水都有三種現象